我们再讲完了 案例三 计算投标总得分 案例四 利用不平衡报价计算新的单价 这样到多布什类似于监理工程师的计算体质 下一讲两道单布什计算体 案例五案例六 这样到题目呢 直接把我们的水准拉到幼儿园水平 这样到题目不但是单布什 而且是单口算式 题目直接可以口串串 那所以比较简单 就讲得快的 案例五 核道治理工程的施工合同形式 及报价风险分析 题目背景是这样的 某核道治理工程 设计图纸简单 工程量比较明确 全部工程项目预计为应用 该项目采用公开招标形式 假公司参加投标并且中标 中标后与业主签订的施工合同 合同为固定价合同 该合同在核道治理工程当中的 固坡产一种新型生态核桃固坡 混入器块 用量比较大 目前价格为305块钱 每一方 可以预测该种器块 在未来价钱会上涨 通过实际调查 邀请专家对未来价格进行分析 按照概率 对该新型器块的价格上涨的幅度和概率 判断 结果鉴表4-10 价格上涨2.5%的概率为6分之1 上涨4%的概率为6分之4 上涨4.6%的概率为6分之1 我说这就是个单不实单口算计算机 在这当中我们看 这个是它的上涨幅度 这是概率 很明显我们可以算一个内随种的综合概率 综合概率就用这个2.5乘以这个权重 你可以把这个概率计为这种权重 是吧 这就可以 可以计算它综合的上涨的幅度 用我们上涨幅度乘以概率 上涨幅度乘以概率 上涨幅度乘以概率 就不可以算到一个类似于综合的上涨幅度 假算到这个综合的上涨幅度为3% 那我的新报价有多少 新报价应该等于305块钱 乘以1加上3% 就不是新报价 好我们看问题 第一 问题 按照计价防止分 合同分为几种形式 固定价合同的特点和应用范围是什么 该合同使用固定价是否合适 2. 假公司报价手 考虑价格变化的风险 我们新的报价是多少 这手才可以不受损失 利益不受损失 好 这种题目比较简单 分析就不看了 直接看答案 问题 按照计价方式 施工合同可以分为固定价合 可调价合同 还有成本加酬金合同 固定价合同 它承包中承担了所有的量的风险和价的风险 因此固定价合同要适用于我们的工程量小 工程变化 工期短 它的变化因素少 条件稳定 因为我承担了量和价的风险 你这个东西越小 我这个变化的可能就越少 还有因为我承担了所有量的风险 所以我要讲量 是比较准确的 所以要设计详细 图纸完整 清楚 工程任务和范围明确 第三就是投标期相对宽宜 承包能有充足时间 详细的考察现场 复合工程权 分析招标文件 拟定它的计划 第四 合同双方中的权利义务非常明确 合同条件完备 期限短 这是固定价合同 它的一般适用情况 这个点 我们的案例考试 百分之百多 这个点 如果要考试 会在什么时候考 会在管理和选择地位 这不是我们造价 工程师考试的犯程 好 再看固定价 固定价合同 还有影响特点 了解一下 结算简单 承包能索赔机会少 承包能承担了所有风险 所以在报价的时候 你要包含一个 一笔不可预见的风险 而且是比费比较高 承包在确定报价时 还要考虑施工期间的物价变化和工厂变化所带的影响 那么下面看 该工程可以使用固定价合同 原因是因为 它图纸简单 工程量明确 还有工期比较短 因此我就适用固定价合同 好 看第二个固定价合同 如果一旦牵手 承包人要考虑价格的风险 合同旅行过程中价格风险 价格上涨风险由承包人自己承担的 业主不会给予补补偿 因此固定价合同要求承包在报价的时候 要考虑风险 要对一切费用的价格变动因素 以及不可预见的因素 要有充分的估计 要包含这个风险 要将这风险包含在合同价格 那么这时候它包含这个风险 合同价格就是 它的上涨的 综合上涨幅率是多少 应该等于这些加权 2.5 4.5 4.6 加权 这时候它的上涨幅度 把加权的时候就等于 3.85% 所以这个新的报的单价 就还等于305 乘以1 加上3.85% 就应该报319.86元 这是一道幼儿圆水平的单不舍计算子 了解一下 好 再看案例6 盈亏平衡分析在报价中 盈亏平衡我们在哪里 什么时候学过呢 我们在第二张工程经济给它学过 在盈亏平衡当中就有这样一个公式 这个B是表示利润 这个P是表示它的售价 这是表示它的数量 这个是表示它的变动成本 这个是表示它的固定成本 这是表示它的税金 我们这道题目不考虑学金 等下就是把这个公式把它简单应用一下 所以这道题目实际上前面工程经济一个 幼儿圆版的一种简化版的计算器 它提供背景是这样的 某小薪水里的工程 图纸简单 全部工程量 工期预计为应用 施工承包人采用固定价格合同 承担我们的土建工程 这个土建工程面包括了土方开往 还有石方开往 由于工期比较紧 承包人无法准确核算土方和石方的工程 但是业主他提供的土方的量是12万方 石方的量是8.2万方 投标在审核工程量当中发现这个量有可能会发生变化 正常情况下 投标他的投标报价是挖土 他的投标报价是12块5 他的挖石头的报价是36块 36.2 在这当中请注意 我投标报价报12块钱 这12块钱是包括了成本 还包括利润 有税金还包括税金 同样这36.2也是包括成本利润税金 当然还有他的管理费 根据工程规模 投标人干这个活的成本是多少 干这个人成本分两笔成本 干这个活 这个成本有固定成本 我们挖土固定成本是40万 变动成本是6万 挖石头固定成本60万 变动成本20万 这个数字看的会比较多 我把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时候假如 这个土建工程 我把它叫做假象 在假象当中 这个土建工具包括挖土挖石头 这他原来工程量是12万方8.2万方 这时候我去投标报价 我的报价的单价是12块5 这时候我这个单价是30元 假如这个量乘以这个价 通过这个量乘以这个价 算到这个钱 假设100万 这100万包括了我的成本 还包括我的利润吗 好 这是 这是什么东西 我的投标报价 那我做这个事情 我的成本是多少 我挖土 我的固定成本是40万 我的变动成本是6块钱 我挖石头固定成本是60万 变动成本是20块钱 这个时候再等一下我们看他的问题 就是土方开挖 挖土和挖石头 工程量多少的时候 不会亏损 这不就是个简简单单的盈亏平衡吗 在这个盈亏平衡当中 他要做多少是他不会亏本 就在这道程度上不要考虑税金 不考虑税金的话 那这时候我们看 他不亏不赚 就是这个为0 利润为0 这时候他的售价就相当于是这个单价 142块5 对吧 如果是假如挖土的话 这是我的利润为0 这我的售价相当于就是我这个单价 142块5 乘以这个数量x 就减掉我的固定成本40万元 再减掉变动成本6块钱 他的数量是x 这时候我的售价减掉固定成本 减掉变动成本 这时候利润为0 就不亏不赚 这样就不会算出这种工程量来 这就是个简简单的盈亏平衡计算 这是他的问题 算土可以这样来算 算石头也不是这样的吗 算石头的话就是0等于我的售价36.2 乘以数量y 减掉成本60万 再减掉他的变动成本20万 就会求出xy吗 好 这时等一下我们要通过这种盈亏平衡算这个 算这个量 不会不赚它 好 再来看 投标人在编制投标文件中 由两种混土交出的备选方案 根据以往这样其成本是A方案的固定成本50万元 单位成本360万 B方案80万 单位变动成本340万 这个命题人又比较调皮了 这一问跟前面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关系 你可以把这一问理解为一个以项目 以项目跟前面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已知条件就这么些已知条件 这时候他就等下问这个题目 我们在前面攻击一家讲过 在A方案和B方案在选的时候 什么时候选A方案什么选B方案 还记得吗 这时候我们就说过 这时候就不是义务怎么什么时候选A方 什么选B方案 这我就设假如在X这个工程量在X的地方 A方跟B方 它的成本是一样的 这就可以得到50万 加上360X 就等于80万 加上340X 这样的话解这个X 假之后这该是假如等100 X等100的话就说明A方跟B方成本都是一样的 好如果X小100 那么就一定是要不就A方案便宜 要不就B方案便宜 对吧 这不就前面我们所说的盈亏平衡 分析吗 好看完这我们看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正常报价情况下 工程量发生怎样的变化 会减少投票收益 我在做这一问的时候 我陷入了思考 思考了几分钟 为什么思考几分钟 因为在这道题目当中 因为有点常识我们都知道 我们工程量不会就三种情况 一个是上涨 一个是下降 一个是不变化 不变化收益不变化 在报价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做的越多就赚的越多 做的越少就赚的越少 所以什么时候能够减少投票收益呢 就是让你的工程量做的越少 我的收入越少 这一问我是思考了五分钟 才想到这样来回答的 为什么思考了五分钟 因为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 在成年人的思维当中 应该想这个题目 应该是有些限制 不可能有这么简单 但这个题目 不是用成年人思维去编的 是用幼儿园的思路去编的 在幼儿园的思维上就是 我们做的越多 赚的越多 做的越少 赚的越少 因为我做的少 所以我就赚的少 我想让我赚的少 就要让我做的少 所以这个题目 你不能用成年人思维去思考 你要用幼儿园的水平 你思维去思考 好再看 预计工程量会发生变化 投标这种报价会采取什么技巧 这是把我们案例4当中的 不平衡报价 它的技巧把它用上来 这种工程量会发生变化 我们要采取不平衡报价器技巧 什么不平衡报价技巧呢 就是如果工程量会增加预计 我就将我的单价适当报告点 如果工程量它会减少 我将我的单价适当变低点 通过这种不平衡报价 好再看我们的问题 土方开发和实方开发 工程量多少时候才会不亏 不赚不亏 不赚不亏不就是用这个公司吗 求到这该开始求到这个外面 就求这两个一软一式方程 这是它第二文 再看它第三文 先看它第四文吧 第四文 写出两种混流方案 总成本的表述方式 那这时候并且分析它们使用范围 它如果采用B方案 混迷土工程量为10万方的时候 投标预货率60万元 这是报价多少 这不就是把这个公司套上去 4x能求一个预然一式方程 好这是关于这个问题 在这道题 真正稍微跳跃幼远计算水准 是第三项 这一文要稍微做一下 就是如果预测土方的工程量 会减少20% 实方的工程量 不会发生变化 为了保持投标竞争力 怎么进行单价进调整 单价调整之后 多少单价调整之后 调整能多获得多少收益 他这样的 如果 等一下这个工程量 是我们的甲方给你的 是我们的 招标文件中直接给你的 但是我去信心他看的时候 我估计这个工程量会减少20% 会减少20% 这个时候我这个单价在报的时候 就会适当把它报低一点 这个单价把它适当报低一点 而我们这要采用不平衡报价 采用不平衡报价 就假如说这样 这是10万块钱 这是10万块钱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我估计的量会降低 等一下会少2万块钱 当然少不了 假如会少2万块钱 我就把这2万块钱 少了2万块钱 我要总报价上 也要让变成20万 这怎么办呢 将这少的2万块钱 增加到我们的十方开发当中 增加到十方开发当中 就将这总的2万块钱乘以这个工程量 就是他要增加的单价 再用这个老单价加上这个要新增加的单价 好 所以我们看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思路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题目他写的 第一个 什么时候投资收益会减少 我们幼儿园水平均干的多收益就会少 所以当工程量减少的时候收益就会少 理由是因为我们的固定成本 不会因为工程量减少而减少 当工程量减少的时候 单位的单位固定成本会增加 这时候从而降低利润 在投 从而就会降低利润 好再看 在投标报价过程 预计工程量会发生变化 投标一般会采取不平衡报价策略 不平衡报价策略的原则是 我总价不变得起报价 不降低投标报价的竞争性 单价调整百分之一以内 预计工程量会增加的适当的报告单价 预计工程量会降低的适当的报低单价 在河东旅行工作中 工程量发生实际性变化 一般在河东中的百分之一属于变更 如果不属于百分之一的话 这个时候就不属于变更 一般就不会调底 就不会去改变这个单价 但是如果变更的话 这要调整它的单价 好 下面看 它的问题 土方什么时候不亏不赚 不亏不赚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B是等于它的利润 利润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我的售价 我的售价是我的投标方 12块5 乘以什么东西 我的数量X 再去减掉我的固定成本 是40万 再去减掉这个40万 再去减掉我的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是一方6块钱 乘以X 是吧 这时候我的利润要等于你 之后就可以列出这样一个方程 列出这个方程之后 它就等于 这他写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把这方改变一下 这就等于1512.5-6X 12.5X-6X等于40万 这时候不亏不赚X等于多少 X等于40万 除以12.5-6就等于6.15万方 如果土方的工程量不小于6.15万方 这我就不亏不赚 好 再看十方方法跟之一样 我们再算了 这是3.7万方 好 再看它的第三问 第三问这我们采取不平均报价 预计土方工程量会减少 土方的工程量会减少的话 这时候呢 原来它的报价是土方的担价 这个是土方的担价 乘以土方的工程量 这是十方它的 这是土方的量 土方的量乘以土方的担价 这是十方的量乘以十方担价 原来它的它的报价 总报价是416万元 但是现在我知道 你那个土方的工程量 我估计后面会减少 会减少的话 我就将这个担价 一三块五把报低点 报低点的话 我就报低10% 这我的土方担价是11.25万元 我就我的报价 这时候就报11.25万元 这它减少了10% 我这种的土方的 总的工程价管就减少了15万元 这15万元我到哪里给你弥补 因为我的总报价 我要采取不平均报价 我总报价是446万元 总报价416万元 这个土方你少了10万块 我就希望等下在十方当中 我多10万块 这怎么让十方多15万 怎么让这十方当中多15万 这十方这15万 将这个十方把它摊到十方单下面去 我们知道这他的十方的单价 就应该是等于这些太啰嗦了 就应该等着15万元 我这时候 这个时候这15万元 他到十方的区 这个就是15万元 15万元去除以十方的量 8.2 这就是他的新的单价 他的新的单价 再加上他原来老单价 30.2 我的十方的报价 就是等于38.03万元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在这当中 我的新的报价 我就将 在我们新报价当中 我就将十方开发的价钱 是由12块钱 12块5 我估计公司价位调低 就变成了11.25 这是他的土方 这是土方 而十方的话 十方我是由原来的36.2 我把调高调高了38个盐 38.03 这样的话 我的总报价 还是416万元 416万元 好 这样总报价还是416万元 但在实际做的时候 我可以多赚多少钱 在实际做的时候 如果按照原来的报价 土方是12块5 这时候 我原来的12块5 乘以我的工资量9.6 因为这个量 它会调减板 它预计会减少百分之三 就乘以9.6 再加上原来土方的担价 原来实方担价 再乘以实方的量 这时候 我如果不调整 不采用不中不平和报价 我的总的结算款是416万元 这是我在不调价钱 但如果调了价值 调了价 我这个实方的价钱 由12块5 调成11.25 乘以这个新的价 乘以这个新的量 再去乘以实方 它的新的价 它的新的价是36.2 变成了38.03 量还是8.25 这时候我的结算价 就是416万元 如果我不调单价 我原来结算价是416 现在我调了单价 我的结算价是419 所以通过这种单价调整 我会多获得3万块钱 好 这一问要稍微算一算 这一问是我们前面讲的 不平衡报价 案例是一个衍生题 它这个题目算法比案例是要简单 是它孙子辈的题 要简单很多 稍微了解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三句来讲的 这看第四问 第四问 A方案 它的交注方案 是我们的固定成本 加上变动成本的数量 B方案固定成本 加上变动成本的数量 这个时候 让这个东西相等一样 让它相等一样 就算了Q 等于1.5万方 1.5万方的时候 这时候 我们如果等于1.5万方 两个方案 这都成本都一样 但如果小一点5万方 选择A方案 大于1.5万方 B方案 因为在当中 这边A方案跟B方案 什么 如果画函数的话 是两条这样的函数 对吧 画函数 前面给他在移动圈 给他讲过 这个A方案 这个是B方案 在这个地方 这就是Q等于1.5万方 1.5万方 这是他们指向的 这在小于Q的时候 谁在谁的上面 大于Q的时候 谁在谁的上面 那么这时候就这样进行回答 好 看完之后 在总收益间总成本等于 等于这个数量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数字 再一个方式 把算进去 就可以算到P等于354万元 即将从混入上获利60万元 叫他单价应该等于354万元 好 这是我们的案例6 我们该讲的 记得 那么案例5跟案例6 这样的比较简单 那么这样的题目 在实际考试当中 可考的概率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种单步单计算题目 在这种题目中做做就可以了 在这种题目中 稍微把这一文稍微再多做一下 就是我们的案例6的第三文 稍微再做一下 但是案例6的第三文 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 案例4的那道题目 那个简化版本 案例4你会做 这道题你一定会去做 好了 这道题 可以讲到最后